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了我们第三章的第三个专题 第四个专题就是桥梁部分 那么我们从这几年的考试来看呢 我们的路基路面桥梁隧道的考试都是有所涉及的 但是呢就是桥梁部分在19年的时候 考核的是一个桩的一个他算是一个工程变更吧 19年考的是工程变更 去年考20年的同学还记得不记得20年的时候桥考的什么内容 20年的时候桥考的什么内容 那么由于这两年的话呢 说实话最后一道大题都是隧道 所以整个很多人都说你们公务造假师 是不是就是主要考桥的 不是考隧道的 那当然不是了 实际上呢在早期公务造假公司考试的时候 他的最后一道大题是一道选择题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会出一道桥一座岁 然后让你从中任选一道 那么任选一道 那么就是这时候呢 你就看一下你对什么比较熟悉 你就按照自己熟悉的内容来选择就可以了 但是今年的 但是从我们这个一级造假公司开始呢 最后一道大题的选择题变成了一个必答题 然后这两年呢考的都是隧道 所以呢这时候呢 就是需要我们今年的话怎么说呢 我说实话 我不敢给你们赌一定考桥或者是考岁 因为去年的时候 我好像有 我也不算失言吧 因为19年的时候考了岁 然后我就觉得20年可能会考桥 结果他还考了岁 所以孙老师现在不敢再瞎说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希望大家针对桥岁部分呢 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讲的一道题目呢 是我们教材中的三杠三和三杠四 那么今天呢也有一些新同学 那么因为我们如果你是昨天加入我们的课程 可能会有点晕 因为昨天是我们隧道的最后一节课 然后今天呢我们讲桥 那么希望通过今天的讲述呢 我们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希望大家对我们桥梁工程有一个初步的认知 那么今天晚上的话呢 虽然我们是两道题 但是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它是一道题 它是一个项目中涉及的两个分项 所以首先呢我们今天讲这道题目的时候呢 会涉及到和大家一起读图 而且呢有一种趋势吧 就是慢慢的工作段是考试 包括我们教材中比如说隧道部分也是给你全桥的数量表 然后桥的部分给了一些图 如果你考过图件的造价工程师 你就有印象 图件里面的话呢 它一般也是给一个图 最后一道大题是给 让大家根据图纸中的内容 进行我们的算量读价的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读图的能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不允许大家带定额 你不能带定额的话 那么它考你选定额的范围可能就有些受限了 因为定额太多了 它把有用的定额印上去可能 工作量太大 但是呢它如果给你一个图 让你算一些工程量 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做的 给你一些图 让你算装的清单工程量 装的组价 然后我们的混凝土的量 钢角线的量 那么这时候呢 在卷底印一个图就可以实现 所以呢我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特别重视 我们今天的这两道题目 另外呢 这两道题目 第一道题呢 要求完成的是装 路上装的一个清单组价 而3-4的 只是要求列清单 但是不排除我们考试的形式 就是不仅针对某一个分项 你会列清单还要组价 所以呢希望大家呢 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 以我们的3-3和3-4 作为一个提刚性的学习 然后把桥梁整体的来掌握住 那么我们在讲桥的时候呢 首先呢我们说一下 教材中的3-3 那么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教材打开 那么今天讲这道题目的时候呢 我是这样想的 我把3-3的话呢 我把这个PDF板呢 给找出来了 也就是说在做3-3的时候呢 它主要用到的一张图呢 是我们的一个全桥的一个桥位固制图 那么首先呢 我们对于桥 首先我们想和大家 也算是问问大家一些基础知识吧 对于桥来说 一般来说在分的时候 我们给它分成几部分 那么这个图呢 看起来有点不太好看 那么我们给大家 看一些我给大家画的图例 好 有的同学说一 呃 观念员说一 那个 然后有的同学说三 然后我们和大家稍微等一下 我这个课件 我就不按照我的这个顺序了 那么我们给大家 先做一个小小的回顾 那么桥的话呢 从整体上来说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有一个公路桥 这里面应该是 这个是我们的公路桥 那么在这个公路桥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种 首先是一种结构造物 那么一般来说 说到桥的时候呢 大家都会想起一个词 一桥飞越南北 是一个桥跨结构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下面应该是火车 然后我通过修桥跨越了障碍物 那个公铁路道路转道等 跨越道路 也就是我们的道路 跨越河流河谷山川 其他障碍物所使用的 它是一种结构物 那么对于桥来说呢 其实最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是桥跨结构 那么接着呢 下河先不着急 他们先从一些小东西开始说 我们这个问题呢 我们会和大家一会儿在 我们的看图的时候 在聊这个事情 然后呢 我们又上面呢 是桥跨结构呢 我们称为是桥梁的上部 上部 桥梁的上部 然后呢 我们以支座 当然有的 你会说老师有的桥 是不是没有支座 那么我们以支座为分界点 那么支座以下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下部结构 那么下部结构呢 我们常说的叫 桥蹲 桥台 上部 下部 然后以及便以及说 现在我们去说了一个这样的分类 说是基础 下部和上部 那么对于我们的下部来说 我们先下部来说 那么它又可以分为我们的 呃 就像这个图吧 这个图比较明显 那么经常给大家说 上面是桥跨结构 然后这个地方 制作以下的地方 我们看到的是盖梁 然后这个是叫什么呀 叫柱 叫柱 那么不管你是学房间的 还是学公路的 我们知道 在柱子的下面 要有基础 那么 稍微 稍微等我一下 走一下 要有基础 那么对于基础来说呢 在公路工程里面 也是分为了两种 一种是浅积 浅积 那么我们也就是以扩大基础为主要形式 还有一种呢 我们常见的就是考试 经常考到的就是装机 那么装机的话呢 那么 是我们一年来考试 考的最多 就是比较容易出考题的地方 那么也适合大家呢 现在跟我先看一个图 就是 大家 我现在把这个图稍微放大一点 我们就看一下桥台部分 那么在这个地方 对于我们的桥梁来说呢 上面 这个图 我再放大一点 我们方便说 方便说 那么在这个桥中 大家可以看到 它首先呢 我们上面是桥帕结构 然后之座比较小 你现在看不到 但是呢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是一个桥台的结构 然后在桥台下边 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成台 然后成台下面呢 就是我们的桥机 那么对于桥机处呢 其实大家并不陌生 然后呢 大家跟我看一下 咱们这个成台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成台的形状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下面 这个能看出来 这是一个公字形的成台吗 是个公字形的 公字形的成台 然后一个成台 下面有四根桥 那么又是桥台 那么这个样子呢 其实和我给大家看的 这个图片是很像的 好 这个这个这个 好 我再把这个缩小一点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是一个公字形的 公字形的 但是呢 地面以下我们看不出来 这个地方 这个成台下面 应该也是设的有桩 那么成台下面呢 应该也是设的有桩 那么这是我们一个桥台的样子 那么我还回来啊 在我这个刻价呢 我是设计图却看不出来 稍等我一下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这个概念应该是技术计量教材里面的一个概念 就是上部结构 制作 下部结构 还有一个叫做附属设施 那么在附属设施里面 大家想想 除了我们的上部下部 制作以外 还有哪些附属设施呢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图上可以看出来 比如说我们的 有桥头的大板 然后有我们的护栏 中央风格带的一些设置 那么这些呢都属于我们的一些附属工程 那么说到这儿以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回到我们这道题目中 那么在这道题目中的第一问呢 它是问的是和桥梁基础有关的内容 好 我现在先把题目再抓回来 和大家把这个三抗三先看一眼 我也想给大家说 昨天有一个同学就说 孙老师 我觉得你一说 你们公路造价的知识点 真的感觉挺多的 但是我也想负责任的给大家说 从一年的考试来看 其实公路的它的知识点呢 并不是很多 然后我也翻阅了这几年考的桥梁的内容 就是这几年的最后一道大题 如果考桥的话呢 它考的最多的是这样两项 一个是基础 一个是基础 那么基础的话呢 一般考的是桩基础 也就是一般如果想考的难一点的话呢 就是水中桥基础 然后呢 因为我们刚才看桥了 大家都能看出来 桥跨结构应该是比较复杂的 然后我们的制作的定额也很简单 下部结构呢 就是蹲台也相对简单 所以我们在考桥梁部分的时候呢 实际上重点考的 也就是历年考的最爱考的 一个是类似于3-3 装基础的一个组架 再一个呢 就是考3-4 桥梁上部结构 那么我们3-4是个箱梁 以前有时候考T梁 而其他的结构 其实考的并不太多 所以在基础班呢 我希望大家至少要掌握两个 就是桥梁常见的 就是最爱考的组架吧 算是 一个是装的组架 装基的组架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梁部分的一些 关于清单组架 那么这道题目是这样说的 某桥布置图如下 这个图一会儿我们再读 先念 那么一说到桥的话呢 其实刚才我们给大家看图片 那么它实际上呢 是在我们的地面线以下 然后先进行了 钻孔 我这画的不好 钻孔的话呢 那么大家就跟我想 那么在地面线以下 我是不是可能经过不同的土层 比如上面可能是淤泥制的土 然后沙土 然后可能有坟土 然后后下面呢 还有可能有岩石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能 大家就想一想 我在组架的时候 那么在通过不同的土质的时候 大家想一想 对我们钻孔工作的难度 一样不一样 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今天讲这个内容的时候呢 就是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看屏幕中 就给大家说到了两层粉沙 但这两层粉沙 你先不用太纠结 也就是说 咱们这个教材实际上是做了一个简化 一会儿呢 我们会和大家看地质结构图 它实际上是分了13层还是14层 十几层 但是呢 我们实际工作中呢 是需要把这些层 穿过的这些土层 穿过多厚 是要进行归籍计算的 但是呢 咱们考试的时候 时段没有那么长的时间 如果想把这个桥 比如说每根桩 它通过的地质状况和土层算清楚 估计这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所以咱们教材中的这道题是做了一些简化 就是不需要你再统计 每一层 就是说比如粉沙层 我们本来应该是通过粉沙的上面这个 它两层之间的我们的标注 来计算出这个土层有多厚 但是考试的时候 不要求你再做这么复杂的计算 那么我们就简化计算了 说有两层粉沙 那么厚度分别约是三米 那么这样的话呢 二乘三也就是有六米的粉沙 然后比如说这根桩一共是三十米 我举个例子啊 这道题是实际上在做的时候呢 也就是告诉你粉沙层是六米 然后其余的是另外一种图质 所以这道题是实际上并不太难 而我们工作中可能遇到的这个沿层 可能会说地质情况更复杂一些 然后呢 它这个也是其余的是粉土或者是黏土 这是题目中的第一个条件 接着我们说第二个条件 就是问题了 因为题目很简单 然后下面给你们扔出来一个图 然后依据什么呢 公务工程标准事工招标文件2018版 那么这本书呢 我说一下 就是我们曾经说过 这本书上有我们的计量规则 在给大家复习资料的时候呢 也给大家了就是我们的工程量清单 以及计量规则的内容 考试的时候 从这几年的考试来看 它会给出我们的清单的标号 那么给出标号以后呢 这需要你进行工程量清单数量的计算 也就是说 就像咱们前面的话 咱们书上不是有一个那个土石方换算吗 它会给你出清单 然后单位 但是数量 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单工程量 是需要你去什么计算的 而且这也是我们这年 这两年考试的一个趋势 就是你给你一个空的工程量清单表 需要你进行我们的清单的 列项和我们的清单工程量的计算 这是第一步 也就是我们说的列清单 这是第一件事情 要学会列清单 然后呢 计算本桥装机清单工程量 那么装机的组装参数图略 装长图示按图示长度计算 同意把材装长度按相同考虑 那么这个地方呢 也是一个算是简化计算吧 这个简化计算它写的是长度按相同来考虑 实际上这个题目是 沿土质 就是这一排 这一排桩我们认为它的地质状况也是一样的 那么大家想一想 其实真实情况下 可能这一排桩呢 不一定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给它做了一个简化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0号地面的高层是44.22 7号地面的高层 注意这个地方给的是地面的高层 那么我们在说 钻孔的时候是从哪往下钻 是从我们的地层往下钻 特别是今天这个题目呢 是路上钻 如果是路上钻的话 就是从地层往下钻 然后如果是水中钻的话呢 是从水下的我们的冲刷线以下 开始往下钻 然后呢 这个题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它说计量规则做了修改 这个计量规则做了修改 说装长为装笔高层 至成台底或细凉顶面 对于装柱成一体的柱式钻台 如无成台或细凉时 则以装位处原始地面线为分界线 地面线以下部分为灌柱状的装长 若图纸有标识的 按图纸标识为准 所以在这道题目中 我想给大家强调两点 就是首先第一个 就是关于我们的规则 关于我们的规则 现在给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的 工作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中 405节关于钻孔灌柱庄的一些工程量 计算规则 那么在此呢 我特别要强调一下 虽然案例3-3修改了规则 但是考试的时候 如果不修改规则 注意我说啊 如果不修改规则 你必须按照这个规则来计算 所以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就是常规的规则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规则是这样的 根据图纸所示 装长及火银土等级 按不同装进的装长 以米为单位进行计量 那么你注意一下 我们在列清单的时候 实际上是分了两个步骤的 第一个步骤 找到我们的标准清单 比如说405-1-A 叫路上钻孔灌柱庄 那么在我们这个项目中呢 它实际上是有两种不同的装进 大家可以翻看一下 这两个装进呢 以后我们看图的时候 你也会看到 一个是1.2米的 一个是1.5米的 那么我们这时候 需要大家做一件事情 就是需要对我们不同的装进 划分成不同的清单子墨 我这样说 大家也很好理解 大家可以想象 装进不同 注意一下 我们装的造价 它的计量单位是什么 是每米 我们最终要算出来的是 每米的费用是多少 可以想象的是 如果我们的装进不同 每米的造价 肯定也不应该相同 所以呢 我们就按照 我们的不同的装进 来划分清单 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另外呢 也请大家习惯一下 我们公路工程列清单的 这个子墓号的写法 一般它的写法 405 然后下面是 - 405-1 然后-A -A下面我们习惯的是 -A-1和-A-2 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个写法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和大家说的是 就是装长 还有水深的问题 水深这件事情呢 刚才咱们同学 夏合也说了 说这个施工水位的水深 小于两米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定义路上装和水上装的时候 并不是一点水都没有 而是对于水深小于两米的时候 那么我们在施工的时候呢 通常会考虑用助导为宴的方式 把这个施工的环境呢 转化成路上的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在规则里就说了 就是对于施工水深 好 注意这个地方写的叫做施工水深 那么如果你施工的话 大家就跟我想 我们在施工桥的时候 我们会选择枯水季节 还是水位比较多的时候 来进行施工呢 那么在我们的图纸上 有一个设计水位 那么这个设计水位呢 是它的百年不律的水位 那么我们在施工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考虑枯水季节 也就是你要调查一下 这个地方在枯水季节 它的水位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们肯定不会顶峰作案的 不是顶峰作案 就是说专门在水深的时候去施工 咱们也不经济 是这样一个框子 这个内容 然后我们说一下这道题 就是我们在通常在图纸上 有时候会有一个设计洪水位 就是那个百年一遇的大水 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题目中 它百年一遇的洪水位是 大概是 我们看一眼 好 大家接下来呢 跟我看一下这个图啊 那么在这个图纸中 大家可以跟我看到几个信息吧 第一个信息呢 我想和大家说的是 一会儿的话呢 我们要钻孔 钻孔的时候呢 会涉及到一个叫做地面高层 我请大家关注一下这一行 地面高层 那么因为我们做钻孔灌注装 一会儿算工程量的时候呢 比如钻孔的工程量 是从地面线往下算 那么这个地面线的位置呢 大家其实看到 它有这个地方 比如说在我们的成台的位置 它实际上给了两个数 一个是44.080 还有一个是44.220 所以去年的时候就有学员在说老师到底我们是按哪个数据啊 那今年的话呢 关于我们的零号台 我们就在 我们的就是文件上就明确的说了 零号台的地面高层是44.22 那么也就是取的是这个值 44.22取的是这个值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往这边看 同样的道理的话 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有水的地方 有水的地方呢 大家看这个地方的高层 有一个这个应该是41.41.825 还有一个326 那么这个地方呢 然后就是说41.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数据吧 一个是设计高层 45.94斜杠百年一遇的大雨 然后是40.85 它是一个是我们的最高水 就是说可以理解为是最高水位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受到这个百年一遇大水冲刷的时候 它的位置 那么大概的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最不好的情况下 百年一遇到洪水的情况下呢 它的水位呢 也就是5米 然后其他的位置 大家基本上看到 就是除了这一根桩以外 除了这一个位置以外呢 其他的大部分都在 好 先不要急 那么我先说这个设计水位和冲杀高层 大家应该没有疑义吧 但是你要理解后面这个百年一遇的意思 所以呢 通常情况下我们在设计图纸上 还会有一个测试水位 测试水位 也就是我在测量的时候 它的水位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不理解 不理解这样啊 夏合我再给你说一下 比如说 我们最近郑州的洪水 发的洪水 他们说是千年 是五百年一遇的 还是千年一遇的洪水 那么也就是说 我在设计的时候 考虑在一百年内 它可能达到的最高水位 但是 想一想 我在施工的时候 首先第一 我不会是在 有水 就是说夏季最多雨的地节施工 再一个 我也不会在百年一遇的洪水位 那么它实际上这个标高呢 是要在设计的时候 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而我们实际在施工的时候 绝对不会有五米 绝对不会有五米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一般来说 我们在设计文件上 通常还会再有一个测试水位 就是我在进行 就是勘测设计的时候 勘察的时候 一个水位线 但是在这个途中呢 它没有体现出来 然后呢 在其他的各个部位呢 基本上都是没水的 所以这道题目呢 它全部 也就是说 它在考虑的时候 就想 百年一不遇的大水 也就最多五米 那么 这都是千年一遇 那么这时候呢 它就认为 如果我是正常情况下 然后在枯水季节 它的水位 应该不超过两米 这是一 它是等于是一种判断 所以呢 它这个地方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是 装径1.5米的 装径150 那么它就给它 按照我们的干处考虑了 夏合 你就这样想 就是说 一百年一遇的时候 才五米深 而我实际施工的时候 既不是百年不遇的时候 而且还是找的 最枯水的季节 所以呢 它是基于这种考虑 就认为 而我们在清单里面说了 两米以内 都按路上装的清单 所以呢 它就按路上装 统密来考虑了 给大家先这样解释 也就是说 我们平时看到 水位三级 哪个高层 表示目前的水深 那么从这个图上 它现在 没有特别的标明 没有特别的标明 这个冲刷高层 是和它匹配的 因为你们学技术 计量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有测试和下试 就是说 当有大洪水来的时候 它肯定就要 这还是一个百年一遇的冲刷水位 这个你也不用再管它了 咱们施工的时候 或者说 咱们这次在做的时候 就不考虑这个事情了 好 这是我们接着回来 其实这个题 真正想和大家说的 倒不是水位 这水位也算是一个事吧 水位也算是一个事 但是重点要给大家说的是这个事 大家看一下 你现在手里有书的话 把手里的书和我这个计量规则 看一下 能不能发现教材中写的 那个修改以后的 和这个的装长规则 一样不一样 装长为装底高层 啥叫装底高层 这个都没有疑问 是成排底面 这个大家一般也不会有疑问 而在我们的工程量清单中 注意装长是算到哪的呢 是算到了细凉的底面 是算到了细凉的底面 那么你发现问题了没有 就是在我们的规则中 我想请大家把这个事记到心里 请把这个美美说算凉不算住 这个也不是很贴切 那么这个一字之差 那么我们说考试的时候 它就可以给你作为一个考点 就是说没有修改清单的时候 你一定给它记清楚 是从成排底或者是细凉底做到装底 关于这个事情呢 很多人也会问 说老师这这个事情怎么考虑 我们和大家呢 看一个图 看一个图 那么这个图的话呢 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就是我们这是一个BB剖面 BB断面 BB断面里面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不用再翻回去了吧 这是一个我们柱子下面的 桥墩 这个是我们的圆柱墩 能看出来是圆柱墩吧 那么柱呢 是1.3米 能看出来啊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桩 这下面的桩是1.5米 然后中间是细凉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呢 好 稍等我一下 我先把这个事说完 我再给您再看一遍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实际上呢 我们实际上是对这一坨 有奇异 我画红线的地方 对不对 两个红线之间的 这就是我们的细凉 高1.2米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看出来了 圆柱墩 老师这是辩解面的位置 我先说正常的做法 正常的做法就是 桩在清单里 是从桩底算到细凉底 细凉底 这个地方叫桩 然后柱呢 圆柱墩 老师那柱算到哪呢 柱呢 你说这一块能叫它柱吗 它也不能叫柱 那么我们在工作中 我只是说一下我们工作中的处理 处理的时候 我们会把上面的是柱 仍然是柱 然后中间这一部分 中间这一部分 也就是和细凉连在一起的 你叫它桩也好 它实际上我们在组价的时候 我们会考虑用细凉的顶额 算到细凉里面 你听明白吧 三部分 细凉 就是说在我们的细凉底以下的部分 叫桩 细凉顶以上的部分 叫柱 然后再和细凉搭接的这一部分 算细凉 你会说老师 他明明看着不是细凉啊 但是呢 我们和大家看一个 稍等我一下啊 找三方三吧 我先说常规的处理啊 咱先不说这道题的处理 当然这道题呢 和我们我们常规的可能不太一样 稍等我一下 我把那个给大家看一个图片 好 那么大家就跟我看这个图片 那么这个图片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细凉 看到了吧 那么细凉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 因为现在这个阶段呢 大家能看出来 这个细凉 是不是也是一个 应该也是个辨解面的 和我们这个有点像 那么大家看一下 在下面施工的时候 地面线以下的部分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桩啊 地面线以下的就是我们的桩 它的施工工艺是钻孔 灌注水下混凝土 是这样一套工艺 而我们这一段呢 这个地方体呢 它的施工工艺 你会发现 它是不是可以和细凉 一起织模板 胶筑混凝土绑钢筋呢 所以呢 这一部分 在套定额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它和细凉 套同一个定额 而上面的 又是我们的柱 好 这是我们先解释一下 呃 第一个说法 呃 然后关于 那个 提器 你说的 我发的那个版本 和我展示的不一样 呃 这样你稍微等我一下 到课间的时候 我去把清单规范 把纸质版的清单规范 再拿给大家 呃 因为我们的这个规范 有时候它版本的问题 就是最初的版本 和最后 就是中间的不断的 在做修正 呃 然后呃 可能一开始给你们发的 我看 我给你们发的 在某里面是施工 图设计水深小级两米 呃 我 我再给大家呃 再确认一下 好不好 课间的时候 我会把那个 激阳规范 再给大家找一下 那个 琪琪 你稍等我一下 那个 我还接着回来啊 呃 为什么强调这个事 我就很怕考试的时候 你记住案例三杠三了 那么在案例三杠三中 它是按照细凉顶到庄底是庄长 而细凉顶以上的是柱 你要是把这个题 记到心里记得印象太深刻了 那么你考试的时候 碰到一个一八清单的项目 你就直接掉坑里了 明白我的意思吧 所以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情 有必要给大家强调一下 也就是说 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我们三杠三是一个特例 是一个特例 它是庄长为庄底高层 到层台底 或者是细凉顶 而我们 而我们的 而我们的就是 而我们的就是 嗯 庄长就是我们的 嗯 稍微说一下 庄长就是我们现在还回到这个 呃 题目中 庄长是从装笔高层 算到细凉的顶面 好 不着急 我们一会儿还会再回到那个图 这是第一个我们说的计量规则 那么有了计量规则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使庄长了 因为我们在清单里面呢 首先这清单的话 实际上就是在算庄长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说以庄筑原成一体的注视分材 如果没有细凉 则以庄位处原始地面线为分界线 地面线以下的为灌筑庄的装长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和大家开始算庄长 呃 那么在算庄长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把图纸打开 好 好 刚才我把这个庄长给大家解释清楚了以后呢 接着呢 我们也不要大家不用着急啊 我们先给大家 呃 说庄长的事 那么说庄长的事呢 首先呢 我们能不能在图纸上找到庄长 能不能在图纸上找到庄长 那么找庄长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的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图 呃 能不能看出来 它的啊 这个地方可能大家能看到成台的 成台是不是150 然后150下面有一个4400 4400 那么4400的话呢 就是我们城台下的庄长 但是说庄长的时候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知识点 我们看到的44米 比如说公务工程的图纸 大家要习惯一下 它的单位呢 是厘米 44米 那么还有一个事 你说老师那庄长还有一种看法呢 就是从庄底高层 看到城台底 呃 也就是说 你看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庄底高层 负的 1.649 然后上面呢 你可以找到一个城台顶的高层 城台顶减去城 减去庄底再减去城台的高度 也是我们的庄长 但这个地方好像有一点点误差 就是这个50和49之间有一点点小误差 重点呢 还是想和大家说 你要数清楚有多少根庄 那么我们看下面的平面图 平面图的话呢 在我们刚才说了 它是一个王字形的城台 那么在这个公字形的城台 那个每个公的上面呢 我们是有两根庄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一侧桥台 有几根庄呢 是八根庄 然后中间的部分呢 都是我们的桥墩 我们把桥台先说完 因为桥台都是1.2米的庄 然后这一侧和我们的零号台是一样的 那么大家对于公路来说 你要习惯 起始的桥台是零号台 一号吨 二号吨 三号吨 五号 四号吨 六号吨 一直到七号桥台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其实对于直径1.2米的 它的清单工程量就很清楚了 四十四乘以首先乘个八吧 是一侧桥台有八根庄 然后再乘以二就是我们的清单工程量 乘台底算到庄底 就是我们的设计庄长 接着我们再说圆1.5米的 那么对于圆1.5米的 它这个庄来说呢 我们还是需要和大家呢 在图里给它找一下 我们从一号台开始找吧 那么这时候我们还是给大家强调一些 就是一八清单 是孙老师说的 这种分成了三份 一二三 但是我们的案例三杠三 是怎么说的呢 案例三杠三呢 说的是这个项目中把清单规则 进行了修改 修改成从庄底算到我们的细凉顶 好 请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因此呢 我们在图中看的时候呢 就从庄底看到细凉顶 看是有多长 好 关于这个的尺寸的话呢 大家也跟我看一下 那么在我们这个图中呢 实际上是有些是有细凉的 有些是没有细凉的 大家能不能跟我看三号台的位置 是一个有细凉的 然后你对比一下 一号台看着比较清楚一下 大家看一下一号台有没有细凉 能看出来不能 能问一下一号台有没有细凉 一号台 你看一下一号台的这些个位置 和我们的三号台一样不一样 是不是不太一样啊 那么这道题目呢 我们也说一下 其实在清单规则里说了 说如果没有细凉 是装住连在一起的 对一二号也没有 大家看出来了 装住连在一起的话呢 应该以地面线为分界点 记得不记得清单规则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在列清单的时候 什么是装 就是地面线以下的是装 地面线以上的是其他的构造 但是这个题目 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它是考虑在便捷面的位置 把便捷面以上的部分认为是住 便捷面以上的部分认为是装 那么也就是说 它这个规则的修改 其实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 那么因此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的装长有多少呢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它实际上是以便捷面的位置为分界点 然后区分了是52米 是半捷面 对52米 那么有的人会问 老师那一号台 如果从地面线开始分 应该怎么分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看几个高层吧 刚才有同学在问 老师你这几个高层是什么 那么首先第一个高层呢 是我们的设计高层 那么设计高层呢 实际上是我们的桥面系结构 顶面的一个高层 而我们的地面高层 第二个这个坡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上坡桥吧 还是这点应该是先上坡 能看出来吧 第二个是坡度和坡长 第一个设计高层 设计高层就是我的桥面 桥面系就是结构 构造上部的这个高层 它起现了是我们的桥有多高 而我们下面有一个地面高层 这个地面高层 就是我们干处的话 地面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按照我们的计量规则 实际上呢 我们应该求的是 比如这个地方 好像正好是地面 和变解面的地方 正好是重合的 这有个44.882 那么这时候呢 就是如果按照我们清单的规则 它实际上 地面线以下 是我们装的工程量 但是这道题目 它涉及到变解面 处理的时候 那么为了简化计算 或者处理的时候呢 它是以我们变解面的位置 为分界点 当然这个其实它最好 是在它那个规则里 再写一下 这样的话呢 我们不容易有奇异 就是说我们对于清单的规则 和我们这个设计图纸是有一定的出入的 那么这但是呢 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来 它是52米 方便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六个桥墩都是52米 然后再往下的话呢 我这个里程庄号 这个就不用太解释了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一号台 它说实话 它这个地面高层有点偏 有点偏 我们看这个的地方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是三号台的位置吧 三号台的位置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它有一个71.326 就是这个地方的地面高层是71.326 但是呢 我们讲规则已经说过了 这道题在列清单的时候 清单工程量是按细凉顶 或者是按便捷面的位置考虑的 然后呢 需要大家再给我看一下 这一排有几根桩 一排是四根桩 好 你别急啊 我们四根桩 那么四根桩的话呢 我们一共有多少个桥台呢 52 都是52米啊 乘以一排四根桩 然后六个桥墩 我这时候也给大家说一下 顺便说一下 如果按照18的规则 如果按照18的规则 其实和这个题有两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 就是装柱式的 应该是地面线以下为柱 地面线以下为装 所以呢 对于那种装柱式的 比如像这种 你实际上在计算的时候 应该是从地面线算到装柱 第二种情况 有细凉的情况 有细凉的情况 应该是从细凉底算到我们的装柱 那么实际上你需要把细凉 这部分的长度给扣减掉 好 这是这样给大家解释 但是呢 就是说 如果你是按18的清单 也就是不斑规则 你应该把细凉给减掉 但是咱们这道题目 由于修改了清单规则 是从上面算的 所以这道题目 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简单的题目 我这样解释能理解吗 其实和我们 因为这道题的答案 和不编清单是有两处不同的 是有两处不同的 好 如果理解的话 我们还是回来说这个题目 而且呢 想给大家说的是 你工作中 还是按照不搬清单 而且建议大家 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 因为我们考试的时候 一定考的应该是最最常见的 就是说我们最一般的规则 比如说清单的话 我们可能各地都有不同的清单 但是我们考试的时候 因为是一个全国的考试 所以呢 我们应该按照这个不搬的 我们各地都共同使用的这个标准 对 好 那么这个事呢 我们好 稍等我一下 因为这个问题中 你们可以看到吗 招标文件中 关于装长的规则 进行了修改 所以大家做题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审题 是不搬清单 还是我们的修改后的 同时强调了一下 不搬清单的这个规则 不搬清单的那个规则 不搬清单的这个规则 考试的时候 有可能不给你 有可能是不给你的 不给你的话呢 这些清单规则 像这种常见的清单规则呢 是需要大家能够记下来的 好 也就是说考试的时候 他可能给你的就到这 405-1 然后-A 路上算好关注装 可能需要你往下写 -A-1-A-2 装进多少云里的 好 理解啊 然后关于细凉的 细凉 要看吗 那么细凉的话 其实我们如果从侧面看的话呢 我给你们看这个图 我印象中这个我拉大了 拉大的话就好看一点了 你可以如果看清楚的话 你可以发现这里面有两个小虚线 就是在三号台有两个小虚线 而这个地方是没有小虚线的 可以看到 或者说你从框面也可以看出来 好不好 好 这是关于这个内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进行下面的工作 就是首先呢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肯定也是这种考法 给你一个清单 然后首先让你列清单 你列完清单以后呢 这道题目就要求大家 几价了 那么我画了一个草图 这个草图这会儿就不再多解释了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呢 庄图在图纸上直接看 它直接画的有这个标识 有标识 所以第一步 44乘4乘2 或者说刚才我们说的 44乘8 然后再乘2 然后52乘2 这是一侧的 或者说刚才我们写的52 一排是4个 然后6排桥台 桥桥 6个标号的桥桥 这样就可以算出来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和大家再讲一个内容 就是我们关于 主价 那么有的同学可能是我们造价的新兵 新兵的话呢 也是建议大家 就是学习一下清单的工程内容 考试的时候呢 会给你405-1 然后你自己列清单算工程量 那么工作工程的主价呢 实际上是基于它的工作内容 这个工作内容呢 我建议大家 一些重要的项目 最好记一下 比如说针对我们的钻孔灌注桥 你看它有哪些工作呀 首先要安设互同 那么所以这个题目中就会涉及到一个点 要计算互同的工程量 然后钻机安拆就位 钻孔乘孔 这个呢 我们是一个定额 钻孔的定额 这是第二个小点 钻孔定额 第三个是声测管 那么大家可能记得 我给大家说过一句话 就是定额中凡是说 什么什么不考虑 我们在工作中一定要考虑 这道题目中呢 它说了它就是声测管不考虑 但是你工作中要考虑 另外呢 还有混凝土的棒额运输胶处 是我们常规混凝土项目中的 一个小尾巴 也就是说我们桥梁工程中 它大部分定额中都不含混凝土的棒额和运输 那么咱们前面讲课的时候 其实大家也都习惯了 比如说我们隧道里的混凝土项目 我们这个混凝土路面 它都不含半盒运输 那么我们需要针对这些内容呢 进行半盒和运输的设置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和大家进行组架 那么在组架的时候呢 我们就说了几个事吧 固桶 钻孔 然后呢 大家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组架中 是不是没有说钢筋呢 那么这是因为在公路工程 在组架的时候呢 钢筋 不管是基础钢筋 项部结构钢筋 项部结构钢筋 和复复结构钢筋 是单列的清单 所以呢 在我们这个装的组架里面呢 是没有钢筋的 我觉得这个考试 我就是个人感觉 他今年如果考桥的话呢 考大家钢筋 工程量的计算也是可以的 就是考钢筋的清单 就是给你个工程数量表 然后灌注混凝土 混凝土的半核运输 那么凿装头的定额呢 已经包含在了混凝土中 这个不需要大家来做了